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珍珍跟胡锦 当初他帮我取名字的时候 他就写了一个名字 就是珍珍这两个字 我一看 妈呀 这念什么 西珍 还是瓦珍 还是土珍 在那边想半天 你知道吗 我真的不认得这个字 我就被李翰翔派演媒婆 为什么我会去演媒婆 你比较像媒婆 我跟献献是初恋 这个感情不是一般的感情 后来跟刘大昌仙是演得蛮重就 因为你知道我们是工作人物 刚刚那边离婚 这边又马上再离婚 没办法交代 他对人很真诚 对感情很白痴 李星导演就叫我 说你去办一个影展 接下来了以后 你都不要多辛苦啊 授权 版权 修复影片 你应该也有自掏腰包吧 上千万 挺多的 谢谢 其实你应该是 台湾电影史上 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真的 谢谢你 不客气 在大圆食堂 不止有好菜 更有好故事 今天大圆食堂可不得了 我们来了两位巨星 真的是 真的是巨星 我觉得只有巨星两个字 能够形容两位 珍珍小姐跟吴景小姐 两位在那边 我已经没有容身之处了 哪有 所以我刚才就上菜好了 我刚才就上菜好了 这叫做吞舌菜 就是意思 可以把舌头吞掉来 为了尝它的美味 这么好吃 对对 我知道您也是重视吃的 对不对 对 谢谢 好 江大看 您怎么个重视 怎么个了解 我对吃 其实是很随便 好的也吃 地摊也吃 你应该可以有一个证人 不会啊 可以有证人在里面 不对吧 不对 他吃的都是 这个美食家 他吃的都是 比较昂贵的 你大家跟珍珍吃过 多少次饭了 不得了吗 不能数 男女技术 对啊 他是因为好主人吗 真的 他让我们有一点压力 一直请我 我想回请他的时候呢 我就请不下了 有一次四个人吃饭 我想这次是我该抢的父亲 一去看七万多 我当场 赶快我就上个厕所回去再做原味 所以证明她是一个 珍珍小姐是一个非常好客的 对 非常的 美食 对 而且我觉得应该是很重视朋友 她很重视老朋友 像我平时我自己就吃的比较简单 像牛肉面啦 呃 面线啦 地摊 为什么朋友吃饭 你就觉得一定要 他请我们吃好的 只要朋友开心 朋友喜欢 我希望就是吃最好 招待最好的 他们有的朋友去了香港 我就请他们吃上品的那个鲍鱼 所有的朋友 假如说是哎呀好好吃啊 我就很开心 嗯 那有的时候我去shopping的时候 呃 买东西我也会就是说 哎呀这一件很适合哪个朋友 先替朋友先想 我不会为我自己去shopping这样子 那吃东西我也会为朋友说 哎他们这几位 今天会是喜欢吃海鲜啊 还是去喜欢吃 那你有什么事是可以为自己着想的吗 很少吧 很少 你一观察那个珍珍的个性是什么呀 他个性很开朗 然后所有的好处都理性导演都说了 正如他说都这样 数十年他都没变 几十几十年也没变 嗯 到现在很喜欢老朋友一起聚会 然后都是他请客 谈到数十年不变 我今天有书为证 就是珍珍小姐最近特别为自己的 呃 都是都是那个永恒的记忆 这个诗文书的真心真意 我觉得可以一口气的看完 那要感谢 感谢 感谢 感谢徐继珍小姐 这个作者 那是我们新闻界的文豪 对对对 哇他我觉得他生动的描述到 不仅是你的生活 而且是你的人 而且他我觉得 有点小小的批判在里面 你有没有感觉到 有有有 你感觉到什么 他是 他是一位温暖的叛逆 嗯 李星导也让我 鼓励我出书 我第一个月就想到了 徐继珍小姐 嗯 从来没有想到第二人选 这样子 嗯 所以我觉得我选对了人 是上帝的 我觉得看这本书 最大不一样 就是以往 我们看到只是描写当事人 嗯 但他这本书里面 是描写当事人的 的内心面 你有感觉到这本书 对你的个性的描写 最正确的是哪一部分 嗯 我觉得他描写的 我的糊里糊涂 糊里糊涂啊 嗯 我带人出事的方法 嗯 有糊里糊涂吗 嗯 真的糊里糊涂 哈哈哈哈 不过他对人很真诚 嗯 真诚 然后是对 对感情很白痴 哈哈哈哈 就又加了个评语了 对对 所以我现在糊里糊涂 怎么叫糊里糊涂 任何事情 我都不会惊我的大脑 如果是让人家 让人家让我生气 我抢到他 对啊 他比较没心眼 像我跟他同时演一部戏 我是第一部戏 嗯 那么他是女主角 我就被李翰祥派演 媒婆 那这是哪一部戏 四季花开 哎 为什么我会去演 媒婆啊 你比较像媒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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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不是李丽华阿姨 拍了一天嘛 是不是 李丽华拍了两天 嗯 她不拍了 所以我就 我就唯一的基本演员上去 然后我和他一对戏的时候 我就想 我用我平剧各种方式来抢他的戏 他无动于衷 他根本搞不清楚 然后他就随便这样一笑 导演说insert一个特写 那我白搭了 我去那边做那边工作 所以他就这么无心 他不会跟人家计较这些 你还记得这段吗 不知道 他最近才讲出来说 他在跟我抢戏 我说什么叫抢戏 后来我才知道 那时候我们反正演的时候 你看你自己的叙述里面 当然有人说八十 有人说八十五步 到十九年的这个过程 你都没有这种去 去在里面 我们听了很多形容狗熏斗角 他没有 你都没有 他不会 他也不争排名 他也不争戏份 还是你的定位太巩固了 不是这样 因为刚刚开始的时候 是李导演对我很照顾 李汉祥还是李寻 您的名字就是 他取的吧 真真 就是万中选一 对对 真选出来 当初他帮我取名字的时候 他就写了一个名字 就是真真这两个字 他也没念出来 就交给我 你知道吗 我一看 这念什么 西真还是瓦真 还是土真 想半天 你知道吗 我真的不认得这个字 他拿过去 还是要征选的 好像征选出来的 这样 这是三千多人去报名吧 三千七百多个人 台湾大概第一次 这种海选的素人演员 我们现在用这种流行字眼 来形容了 那时候已经八十多部 您觉得您的 跟其他的明星的 对那份工作的 态度不太一样 您是很自然的 很随意的 非常随意 因为我从来 没有想做过演员 我的第一志愿是 想当车长 车长小姐 对对对 我觉得那时候上学 因为很多我们年轻观众 不知道什么叫车长小姐 对对对 这个名字已经很遥远了 你知道吗 那时候就是要逼逼 叫喊一声 车子就得停 逼就得开车 司机得听他的 全车都得听他的 这是民国五十年代的 公车的时候 对对对 那时候我就觉得 哇我要做车长小姐 权力多大 你知道 你看那么短的时间 你拍了这么多部电影 等于说你自己的演艺年龄 其实是很轻的 对我也 16岁到30岁出头吧 就是十几年 对一共是 既然说19年 但是我中间大概有 四五年是没有拍的 在美国这样子 他给很多影迷 所以你看到旁边的竞争者 你都不会有这种戒心 或没有这种 我要赶快抄前一步 然后我就怕他追上来 都没有吗 有竞争者吗 没有吧 天生利职 也对吧 不知道 天生利职 他根本不必 他每一个角度拍起来都好看 别人没办法 那时候人家用这些形容词 来称赞你的时候 你什么感觉 真的很抱歉 因为这个新闻我都不看 所以那个既贞 他写这本书的时候 他就说 新闻你都不看 我说我没时间看 看这些新闻 我知道当初 当然有很多美丽的名词 挂在我的头上 像什么一代玉女 或者是什么巨星 对我来说 我完全没有这个感觉 我就像 这个工作就像上班下班 做一个公务员一样 在那个时候 物资啊交通啊 都不是那么好 你知道 自己搭工 骑车 抱着这个 要换你的衣服啊 或者化妆一下 都是自己这样子 跑出跑进 所以我就 从来没有觉得 我自己是一个明星 这种大辣辣的个性 怎么红起来的 他演戏很自然 没有红啊 他演戏真的很自然 那你没有办法 他的自然是没有人能学的 没有不是 浑然天诚 我觉得他没有受环境的影响 并没有改变他 有很多人受环境影响 把自己改变 跟着环境改变 可是他 你什么时候见他 永远都在哈哈 永远都在抱你 很亲 那个性方面 他到现在也是 其实他的影展 不需要找我们这些人 来抢他的风头 他可以自己一个人 不过他喜欢带我们 大家都去 你答应我的 谢谢你 谢谢你这样抱我 你答应我 还要带我到 坎城影展 或者要跟着你 我假如有这个能力 我一定带着你 这本还有我 别忘了 对对对 所以陈金小姐 除了这本书之外 刚刚我记得 我们谈到您个性的时候 您讲糊里糊涂 我后来记得 胡姐 你接的另外一个 形容词是什么 他的感情生活怎么样 白痴 这段感情生活 其实也这本书的 一个大家 触目的焦点 我觉得 人的一生里面 有很多事情 都会留下很多的记忆 家庭 成长 子女 还有就是感情 对 我觉得好像从来没有 真正谈过恋爱 好像你没有时间 准许你谈恋爱 这话怎么讲 他的恋爱都在电影里面谈了 所以他平日 因为他太有名气 没有人敢追 然后他自己也不懂得爱情 最后就按照那个电影的剧本 当成自己的人生剧本了 他人生很规律 在拍戏没有时间谈恋爱 对不对 妈妈盯了也很紧 这个我这一生 这个对感情开窍比较晚 其实你两次的登记 都不是在台湾 可能您的双亲 都不是得到事先的通知 通通没有 我妈妈就昏倒 像人家朋友跟我借钱 200万港币你知道吧 好好我去借给他 借完了以后 再也找不到这个人 怎么会这个样子 我看也看不懂 所以我妹妹就全家人 都是骂我笨 你到底是笨还是蠢 这个我这一生 这个对感情开窍比较晚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就觉得 要结婚才能交男朋友 有这个感觉 有一次我记得有个 在中影公司 我们大家一起吃饭 有两桌 坐在我旁边的一位男士 他是菲律宾华侨 我记得他好像是姓郑 我就觉得一生 我都觉得非常抱歉对他 他不知道出哪里 要到我们家 那时候没有手机 他就打到我们家 他说我是菲律宾华侨 我说菲律宾华侨 到侨务委员会去报到 就给他挂掉了 我觉得一点礼貌都没有 可以跟人家聊聊天 你知道吧 这样子 那个时候就不懂事了 所以你不太懂得这个情感上 或者人际关系上的很多的交流 你经验很少很少 非常少 没人敢追 人家带我去山上 去好像北投 阳明山这样子绕绕绕 晚上绕二 我完全不知道 人家在追我 真的完全不知道 那你觉得他绕来绕去干嘛 不知道 他也没有讲 最重要的是他也没有讲话 你知道吗 他假如说是表示 假如说是我很喜欢你 或者是摸摸你的手 或者揉揉你的肩 这样我可能有感觉 他也是个白痴 就是这样一路这样开 开到大概一点多钟 我说我可以回家了吗 他就送我你回家 也就是拜拜这样子 拜拜 我觉得他也是白痴 这算你的约会 这就算约会 不知道 你们俩拍摸片 对 那你不会主动去摸他手吗 不会 戏里面没这样 戏里面是导演叫你摸就摸 所以感情这个事情 真的如刚刚胡姐讲的 你是很陌生的 没想到这个 往这边想 没有 给我再来一声 我就懂了 你会怎么做 我会说摸 那这个再来一声 值得写一篇 值得写一篇 对啊 现在就懂了 那为什么 现在会觉得 这些 你愿意重新来一声 你就愿意去做了呢 现在这一声 我这一声 喜怒哀乐 酸甜苦辣 都经过了 都懂了 那么 给我再一声 我就会一定把他 再来一声的话 情字这条路 你会走的不一样 对 完全不一样 你会怎么走 我会 计划 有计划性 可能吗 最喜欢我现在懂的计划 为什么要计划 怎么个计划 我要找什么样的男人 要什么样的工作适合我 要什么样的个性适合我 大概就是这一类吧 应该是怎么样 你要请教你一下 好棒 会有候选人的条件 然后步骤 然后 换言是 你以前从来都没有这些 完全不知 我结婚的时候 我差不多提音开始 这样子 跟谢贤恋爱 那他就 到了拍海欧飞出的时候 我们去新加坡 出了三天外景 到了香港 他就跟我讲 他说我们就认识那个 公正结婚的人 他说我们从后门进去 没有人知道 我就说 好好好 就这样子 就去签了字 签完了字以后 他要公布出来的 你知道我们不知道 他会公布出来 下午就知道了 我妈妈提昏倒 完了以后 结婚以后说 要付水电费 你知道吗 我说 要付水电费的 我以为水电费 是个政府给的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在家里 从来没付过水电费 所以 叫我重新开始 我会想很多 以前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那时候 想追你的人 赶他抱去 您这么好追啊 没有人敢 只有谢贤 比较胆子大一点 对 我们新娘与我的时候 去李汉祥导演 带着谢贤来接我们 第二次隔年的时候 是今天不回家 也是李汉祥导演 带着谢贤来接我们 每天就这样接受接受 后来从今天不回家之后 他就打电话给我 你知道晚上 他都是很晚 我们以前有时间就睡觉 他打来 一打来 我就在那边就发抖 你知道吗 抖抖抖抖抖 我就在想 别抖抖什么 你知道我自己越说不要抖 越抖我 这就大概我的这个 开始有感情 动了感情吧 你看你的感情 就你的婚姻 我是看书里面 我还知道 其实你两次的登记 都不是在台湾 新加坡或者在拉斯维加斯 是不是 一个在拉斯维加斯 一个在香港 而且可能您的双亲 都不是得到事先的通知 通通没有 我想问的就是 您怎么会在 这么对感情如此的单纯 这么如此的愿意信任别人 然后如此的不设防 怎么会这个样子 我看也看不懂 这就是真真 所以我妹妹就全家人 都骂我笨 你到底是笨还是蠢 我就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 全然就是个性 全部都是个性 也没有人谁教你防备你 或硬把你关在一个 一个白色的塔里面 不让你接受 都就是个性 这样这么 就是个性 所以你对人性 是很相信善良的 对对对 非常相信 他到现在还是这样 很棒 你有教一些 他的人生课程 改不了 我想问一下 你对人性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 他也是非常热情热心 对朋友好得不得了 也是 你们两个都是最重视朋友 对对对 而且一代朋友里面 就完全另外一个样子 对 就是啊 所以您也是重视朋友 但您对朋友不会像 真的这么不设防 我会分 因为我有限制 可能我老公的关系 我有些朋友 他就不准我来玩 那我就会受影响 他是完全没防备 你不错 我们说他以前新妈 他妈妈 管得很严 对 他妈妈 可是为什么他情感这一关 似乎好像 因为 因为谢贤大胆 他把他追到了 因为 因为我妈妈在情感方面 他也很笨 因为他没有管我 他没有 就是说太阻止 有没有机会跟妈妈讨论过 没有 从来没有 他们连知道都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不是事后啊 就是在这段的人 就是你彼此还是有 同在屋檐下的时候 也都不谈 怎么讲 其实从外表看 我是没有个性 其实我是一个 非常有个性的人 你是好多面 我是个航铁头 我是个航铁头 我从来不会讲 航铁头 你是杭州人 是吧 杭州人 我从来不会去辩驳 会去讲任何理由 我就是放在我自己心里 我觉得我该怎么做 就该怎么做 所以不管我是自己 有后悔 有遗憾 我都绝对不会 讲出来 其实我本来不要借他200万港币 你知道吧 他来了第一次我拒绝了 这狠心拒绝了 我就觉得我应该借给他100万 后来他第二次又来了 一进来我们家就跟你跪下来 抱着你的大腿 你说你怎么弄 那最后好好我就借给他 借完了以后再也找不到这个人 只要软功夫对你都有效 有效 所以这是您讲的活虑活虑 其实他有他的原则 他就是帮助别人比较 比较是他的原则 每个人有的时候有自己的坚持 他可能他有些部分很固执 他觉得这个人是好的或干嘛 他就会去做 那我们怎么却也没用啊 我们这次来看到谢贤先生到台湾来 我觉得引起他很多的报告 我倒可以感觉他 他若干的在书里面提到 其实有很多伤害他也是度过那段岁月 对 我想问的就是 我觉得这纯粹是个人的一个私从 但我想问 在你身上的伤害是什么 你自己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自己的一种惩罚 我觉得这两次会 你惩罚 为什么惩罚 你自己干嘛 因为你知道我们是公众人物 刚刚那边离婚 这边又马上再离婚 没办法交代 可是你的内心一定很不快乐 当然是很不快乐 那是也许很愚蠢的这种想法 我觉得他讲时候是我进了电影界 我要做一个很好的模范的好榜样 所以害了自己 我倒可以感觉他若干的在书里面提到 其实有很多伤害 他也是度过那段岁月 对 我想问的就是 我觉得这纯粹是个人的一个私从 但我想问 在你身上的伤害是什么 你自己 我觉得我们 我跟现前是初恋 这个感情不是一般的感情 你知道吗 我们都投入很多 双方都投入 那双方你真的谈的 也可能是唯一的一场真的恋爱 包括后面刘家商现在那个都可能不算了 也就那一场了 对 应该算是这样子 在这个误解之下 大家也是为了 也是年轻吧 个性就比较重 就做了这个决定 有没有对你也伤害呢 应该有吧 应该是 你碰到伤害你就怎么处理 那我让他过去就过去 也不讲 也不讲 你看您自己后来跟刘家商先生是你的蛮正究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自己的一种惩罚 我觉得两次会 你惩罚为什么惩罚你自己干嘛 因为你知道我们是公众人物 刚刚那边离婚 这边又马上再离婚 没办法交代 可是你的内心一定很不快乐 当然是很不快乐 我觉得对外当然我也没有人问我了 你知道吧 那所以我就是一直保持着这个夫妻的形象在外边 那也是为了我儿子这样子 那我现在觉得有点可惜 对 我永远都是在吃后悔药 所以这个惩罚结束了吧 结束了 结束了 可是已经太晚了 七十多岁了 所以你应该把你当初的人生 如果刚刚讲到了 如果这个情感你要重新再来一遍 你有计划了 再有碰到人伤害你的时候 你的人生如果真的死在来 你会怎么处理 我觉得有的时候 这个情感的这个 是上帝都安排好的 你知道是讲一种缘分 谁跟谁 谁跟谁在一起 就是顺着推着你这样子走你的人生 像我 其实是先认识 刘导演 先认识再先 十六岁吧 大概就认识 但是后来我认识了谢先 那照理说 假如说是第一任 假如 这不能讲 怎么讲 救命啊 其实谢先 我这次看他的表现 他就是谢先 因为谢先就是这么有风度 就是因为这种风度 真正当时被迷了 因为也没有人像他这么有风度 这么绅士的追他 所以他嫁给了他 那现在事隔这么多年 他们在一起 我看这个画面 我也蛮感动的 但是一切都太晚了 那就让他过去吧 大家就是好朋友 就是您在您书中之前 有时候你不能 也只能感慨 有时候命运在摆布 我们不是每件事都能做主 但是我的问题还是 当你能够做主的时候 当我不想在感情路上 碰到伤害的时候 你会勇敢地去拒绝 勇敢地去把他的不良说出来 第一时间要勇敢地去做 假如说是再重新一次的话 我会跟对方 就是了解得 比较清楚在感情方面 那你所需要的男人是什么样的男人 讲来讲去还是缘分吧 你能碰到 你又是缘分 你想了半天 我要这个 我要那个 我要这个 我要那个 你永远碰不到 你碰到的就是你爱的人 我觉得你最后 你还是不会去伤害别人 你可能最后还是别人来伤害了你 因为你就是好 不是 不是好 是笨 不是 他自己是被伤害 可以 从我进入电影界的时候 我就要 那是也许很愚蠢的这种想法 我就要讲什么事 我进了电影界 我要做一个很好的模范的好榜样 所以害了自己 第三个问题 如果再来 你不要再做模范了 再也不要了 你再也不要了 我记得你对感情 像工作人物 像你们两位都是 真的在感情处理上 有很多格外的压力 对 当然 我们工作人物比较大的压力 就是怕被舆论评论 所以要特别自爱 更加要自爱 所以这一点 我们以前的传统教育 我们还可以 现在年轻人觉得 他不在意 也许他觉得 我应该要自由 我应该要有我的权利 我应该要 可是 邵逸富是说 你当成了工作人物 电影明星的时候 你得到很多 你就失去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句话 我会常常记住 我们得到了很多 也会失去很多 你们两位今天对坐 也是一个难得 我也更难得看 你们觉得 这走了这么多年 是得到了多 还是失去的多 我觉得还是失去的比较多 失去的多 你呢 失去的多 失去太多了 对啊 因为我们失去我们青春 我们虽然留了很多的影片 留下很多的影子 出卖影子 但是我们却失去了很多 年轻人 年轻人该有的一些 一些享受啊 一些生活 而且社会可能也很无理的要求 你要把你们一切都要公布给他们 对 但是 这好像就 也算生命的命运一部分 对 所以我今天听到你讲 不要去接受那些 要想一想 想清楚的 所以 你们现在都有下一代了 你也这样教育他们吗 我是让他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 对啊 你 其实 现在的年轻人 资讯这么发达 但有问题的时候 你期待他会来找你吗 他会来找我 那就很不一样了 儿子非常依赖我 那我觉得顺其自然 你去勉强他 他根本不会听你的 对不对 何必弄得不愉快 所以你对他处理的感情 不担心 不担心 因为他还没交 还不交女朋友 我就是催他 我说你什么时候交女朋友 他说你怎么这个也管我 他看见你的故事 他有什么样的感觉 他很心疼我 他觉得 我这样的 好的太太 怎么会 晚年变成一个 就说单身的这样子 他觉得很奇怪 这就是失去了 这就是 这就是人生吧 不也许他这样子 以后让他做一个 很好的丈夫 未来 我想他应该是 很好的丈夫 因为他交女朋友 我说你去交女朋友 这样讲 他说他不是 结婚的对象的话 他就不会去浪费这个感情 可不可能跟你的故事 有影响到他 千万别学我 这惨了 我说你影响到他就是 他知道怎么样走一条比较好的路 可能会影响到他 所以我都觉得你这次做这个非常有意义 因为你的剧本还这些两位都一样 你们的剧本只是观众换了 场景换了 但你们还在这个剧本告诉大家很多的故事 这也是不是很棒 你这次有没有看到很多的影迷 来给你重新拦起他们的记忆 这次我发表这个新书的时候 看到一些都是差不多我们这种年龄的 我真的很感动 你知道吧 我觉得人生做夫妻 做家人都不能够维持这么长的时间 他们有的从新加坡马来西亚赶来 他们对我的这种支持 对我的这种爱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 我看过里面记载说有一次 就是这次延期之前 有一个团来很简单人数 对对对 你招待他们不止一餐 还招待去阳明山 还在加补海鲜大餐 车子同行地培 这招待你也太辛苦了 而且吃很好的餐 我也在内 做你的影迷很幸福啊 没有人家把一生这么爱你 这么样的支持你 我这一餐两餐算是 你学长做的主人 是不是有点太慷慨了一点 这是他的作风 我们是没办法比的 没有 他那个时候得终生成就奖 就应该办这个影展 但是就时间不对了 现在我觉得刚好 我觉得在高雄办也很好 那能够有那么多人 从香港直飞过来 而且从洛杉矶飞过来 那都很难得 跟他合作的影心 这样子 我希望我们上一道菜 特别准备一些不同的口味 这是什么 今天我们的 今天是辣味煲饭 哇 这个颜色很漂亮 看起来就非常好吃 来 请两位享用 我最喜欢吃的辣味煲饭 真的哦 对啊 其实你在香港那时候生活了多久 这个很棒 但它继续有十几年 胡姐也在香港待过一段长的时间 也十几年了 我们俩住对门 对香港 所以讲一些你们生活中的电影以外的有什么哪些事情 所以胡姐大概生一脑筋比你厉害 我真的很佩服他 他到现在还去上课读书 恭喜啊 最近硕士论文也通过了吧 对啊 对不对 真的恭喜恭喜 硕士啊 我从小啊 因为从日本回来 所以完全一句中文都不会 那老师每次都说张鸭针 完了他就说你又抱鸭蛋 我说哦 谢谢谢谢 就这样子你知道吗 所以对于这次的出书 我一生都没有想到过我会出书 在香港待过一段长的时间 胡姐也在香港待过一段长的时间 也十几年的时间 我们俩住对门 对 所以香港 所以讲一些你们生活中的电影以外的有什么哪些事情 我们去过Vegas 第一次两个人从来没去过美国的Vegas 傻少的 傻不隆东就坐着飞机坐了一团人 那时候有谢贤 有很多人 很多人一起去夏威夷到纽约 到拉斯维格 对啊 这都第一次去美国 你也是第一次吗 我也是第一次 我跟你讲 胡锦那个时候他多聪明啊 我们这一团去就靠着他那几瓶辣椒酱 到了那个年代啊 差不多有五十年吧 五十多年 差不多五十年 那个年代你知道 美国的东西还没那么好吃 现在还懂一点中国人多了 还懂一点调料 你知道 那个时候真的难吃 就靠他那个辣椒酱 每一个人都跟他抢 给我一点 抹一点辣椒酱这样子的 那我们坐飞机的时候 有一位男士 他就来说 他说 他最佩服的 这个世界上最佩服的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是 747这么重 拖着这么多人 这么多行李 可以起飞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他怎么也想不到 谢贤可以娶到我 你们那时候两个共在一起 都是台湾来过来的 有会到一些辛酸苦辣的事吗 或者不吐一些苦水 毕竟生长环境不同 所以我们到了香港 还是有点不适应 香港是英国教育长大 那当然是不同 开始时候对这种 男生的Lady First 这种感觉吸引 久了也就 觉得很 所以我觉得 还是比较 我们还是比较倾向 台湾的生活 吃的口味 有时候受影响 我记得后来 你自己把 香港的酒楼 你也把生意 也带回台湾来 春风得意楼 在西门町 好久好久以前 在台北市的西门町的时候 对 所以你看 所以胡姐 大概生意脑筋 比你厉害 对不对 我是指挥花 他会赚 他会赚 而且很节省 他们那时候叫我 孤寒帮 所谓孤寒就是 小气帮的帮主 我就是很小气 他就是很大方 老吃他的 没有 跟着他后面吃 那两个刚好互补 对个性来讲 不过那时候 你有预料到 你有怎么看对方 觉得他这条 明星之路 就会一直这样走下去吗 那时候 你有预测他什么 他在台湾拍很多戏 我在香港拍很多戏 各个忙各的 所以我觉得 后来我们两个又同时 差不多时段 他到了洛杉矶 我到九金山 所以很多的背景 我们两个都很像 人生历练也差不了多少 所以但是他比我 比较没有想那么多 我比较 思绪比较乱一点 你说不想事情 事情也就自然走下去了 我觉得这样也很好 你怎么看胡姐的生活呢 我觉得他 我真的很佩服他 他到现在还去上课读书 你看 真是了不起 恭喜 最近硕士论文也通过了 对啊 真的恭喜 硕士 这么大 不好意思 他说给他多少 他说给我一亿 我都不会去读这个书 我最讨厌 那你给我 我帮你读 我从小 因为从日本回来 所以完全 一句中文都不会 所以完全跟不上 这个中文 所以就一落千丈的这个 像个白痴在学校里面 那老师每次都说张亚真 我一直 完了他就说 你又抱鸭蛋 我说哦 谢谢谢谢 就这样子 你知道吗 所以对于这次的出书 我一生都没想到过 我会出书 我觉得这么不爱读书 这个 你还没问意犹未尽啊 这第一本 这个要问记真 我了解应该本来的内容 应该要 可以两本那么厚 但后来被你删掉了很多 是不是 对对对 你为什么要删掉 我不能让记真表现得太好啊 不能让这个作者表现太好 所以你还是保留了很多 这有些牵涉到个人隐私 然后有很多照片又不能用 所以我们都著作权 那个肖像权都限制着 所以他的照片 每一张都很难得拿到 当然有些地方是 他也很厚荡 并没有讲出很多 其他的人的一些事 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 我觉得对别人的尊重 这本书真的是值得看 已经 我已经我们学校已经很多人 然后别的城市也在定两三年 你看完之后也是 眼面长叹 最为他的一生是够精彩的 他他是够 他后面的比较曲折一点 曲折 精彩但曲折 对 但愿不要这么曲折 我觉得他 但愿不要这么曲折 他真的受的蛮 就是受别人所不能够承受的很多的事情 可是他还是这么乐观啊 就是啊 我就是佩服他这一点 乐观到绝对不要去念书 对 不会 他很多时间他很忙 让自己忙碌的交朋友或者忙碌的伴别人 朋友这个事情我也帮安排 朋友生病我也陪着去看医生 开到七点多钟我就站在门口等别人 所以很忙 人家要做什么我就帮忙去带这个带那个去接飞机 我觉得你们两位最大的就是给人感觉如此的自然 哦 我在你们身上都不会感觉说好像这个你们从荧幕上走下来那么遥远的距离感 都是很自然包括你的计划你就念书去念EA MBA 你怕我逼不了业 这个人生的进行这个很不容易啊 谢谢 我就为你一句话鼓励我 我把它读完了 哪有哪有哪有 所以这个这本书之后 胡姐是不是也要自己也想出一本类似的书了 嗯我不想 因为我女儿跟我讲妈妈现在很少人看书 你都看那个你自己上网去 所以你自己讲好了 那我不会这本书的证明啊 这本书对啊 我觉得真正的名气够大 没有 有一些人回忆 然后有一些子女买给父母亲看 那那那这个又不同 我们刚谈到其实不仅父母亲看 年轻的朋友也可以看 也会看一下翻一下 因为很容易一下子就要把它看 胡姐你也有大活动啊 你也是准备要做梁祝六十多年的是不是 你觉得人生爱情故事最美的是哪一天 你觉得 最美的爱应该是心有千千节吧 心有千千节 到现在她心还有千千节 谁本爱情的书有没有 我没有这个资格 而且爱情的书有没有 你书名叫别走我的路就好 别走 还会再谱一段恋爱吗 胡姐你也有大活动啊 你也是准备要做梁祝六十多年的是不是 毕业了很多人就问我说 你有没有什么大计划 我也很多制作单位来跟我谈梁祝六十 你是不是要用一些高科技或者是一些什么东西把它改变一下 然后可以传承下去 这个蛮难的 这个还在计划中 远不及他这个 加油加油 你做六十什么梁祝啊 我来帮你做四九 少来了 我相信可以优先一个盛况啊 在这个2013年我得到那个金马终身成就奖的时候 李导演李星导演就叫我说你去办一个这个影展跟出一本书 我在想影展不是金马奖办的事吗 你知道吧 后来出书我在想大文豪大企业家做的事 不是我能干的事情 后来他每一年就说你什么时候办啊 他说你最有资格办这个影展 到了去年的时候 我说好吧 那因为他今年李星导演是九十岁生日 那我就接下来办这个 可是你知道接下来了以后啊 你都不知道多辛苦啊 版权问题 再来授权版权 修复影片 照片要修复 我跟你讲比拍一百部戏还麻烦 好的东西值得等待 修复影片真是很大的一件事 而且也花很多的钱 而且你修复完了之后 它的版权不归你 只可以使用 所以这次真真姐 你应该也有自掏腰包吧 上千万 自掏挺多的 上千万啊 对啊 因为那个文物展就四百多万 发现我朋友的 我看你热心一定是帮他们安排这个 安排那个到高雄的会议 对对对 一路以来大家对我这个满满的爱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 真的谢谢所有所有爱护我的人 他们一定回报 真真你一定要更爱护你自己 我会 我会 谢谢 其实你应该是给台湾电影史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你在台湾电影史上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真的 谢谢你 不客气 不客气 我觉得您的帅真真的我觉得今天在我们这个小店真的转路无遗 这本书完了之后我想问那接下来要忙什么 当然忙着帮我们胡姐筹备 我希望他这个影展能够带到香港新加坡 旧金山这样走一软 让一些在海外的朋友们能够回忆一下当年的那个 然后也有一点可以跟子女讲那个时候他们父母亲谈恋爱是看着哪一部戏谈的 那我希望他带着这个影展能够把它到这个地方那顺便我也跟吃跟喝了 有没有计划 有啊 你看 我这么一说就有了 十年的计划都已经安排好了 我们最后要到台湾 给一本爱情的书有没有 我没有这个资格写爱情的东西 有有才有资格的 真的是一片公白 你书名叫做别走我的路就好 别走 那一定很卖钱 千万别走我的路 千万别走我的路 哪一部的爱情故事里面真的 你确实人生爱情故事最美的是哪一部电影里面其实 最美的爱应该是心有千千节吧 心有千千节 到现在她心还有千千节 拜托 那个爱意还在燃烧啊 多美啊 就是啊你现在很年轻耶 是谢谢你 才开始 人生九十才开始吗 其实很多人都问你这个问题了 对 还会再谱一段恋爱吗 受伤了 然后让给她恢复一段期 来世来世 谢谢你 不要来世 今世只要找一个人可以照顾你的 并不是一定要有什么爱情啊什么 现在能照顾我的都要八九十岁耶 那也不一定啊 我要照顾人家太麻烦了 所以也不流行这个 别流行 两个不要担心这个 我相信荧幕前面有很多 都你再准备好了 绝对不是八九 八九十岁的 就谢谢各位了 就不利了 音气很不明 五六十岁 五六十岁还可以 OK啊 五六十岁 太小一点啊 你不要让我开玩笑 拜托 谢谢这流行啊 好 太棒了 去看看真情真意 来自珍珍小姐 你会看到 生命中的真情跟真意 其实有时候 是有代价要付出的 最后看你怎么去承接它吧 谢谢珍珍小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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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吃吧 吃啊 好吃 优优独播 rooted 餐厅 officer itor